繼續回來這一節 轉架開咪 想問問梓華這段時間有沒有去救物、消費 這段時間一定有 因為隨著疫情 反彈式是有的 因為都困了很久 已經沒有得出去旅遊 平均香港人一般都可以每年一至兩次 或者有些短程的就回內地 或者澳門 如果說中距離的可能是泰國、韓國、日本 這些全部都不用想 長程一點當然是歐洲、英美 但是現在大家不經不覺 其實現在差不多一年多兩年 講究新界 無出遊 搞到很多本地旅行團 最近我見到最好的零售店鋪是賣什麼呢 賣到斷了市是那些行山用品 那些什麼波鞋、行山用具 如果現在每個星期 有時候我都會出去行山 你見到那些人 最近會好一點 在早前疫情很厲害那一陣子 你行山那些地方的人 多過旺角和尖沙咀 廣東檔 因為有很多人 但是其他的購物 你不能出去 始終真的第一就有需要 我聽到很多人以前就去日本 或者歐美買時裝 或者這個精品 現在沒有了 你迫著香港買 所以 疫情稍為好一點 我們也見到 政府的限聚令放寬一點 尤其是晚上 我上個星期試過 我已經是大安止意 晚上吃完飯 因為現在都可以吃到十點 我打算在銅鑼灣 過海一個住九龍那邊 一定有的 因為在這半年 我已經習慣了 那裡最少有十架 過海的等我 但是那天去到 是有十個人 等就沒有一架車 那星期四剛好政府放寬 我看到 其實都 壓抑了很久了 無論購物肉 和消費肉 和餐飲意肉 當然還有一個未能夠 盡展的 就是這個喝酒和加勒基 當然 局部就放寬 零售數據方面 又不是真的這麼好 剛剛公佈三月份零售數據 那個額 五個月以來的低位 亦都比市場預期差 整個姿勢是怎樣呢 請了這一位的專家 就是聖惠商鋌基金創辦人 李根兄 Erin Hello Erin 你好 大家好 Erin 我記得去年年 都會和你聊過一個舖市 你那時就說 都會遲遲入市買舖 我想問一下 這段時間你買了多少舖 上年年中想玩自殺 現在新城好很多 近期莫利不少 我看到 最新的零售數據 在三月份 整體上香港就說升兩成 每個都說跌眼鏡就升得少 但是你想想想 上年的三月份 在香港是怎樣 每個都在搶廁紙 在搶口罩 那時真的 那時你還去說買舖 我還記得去集資辦座談會 那些人當我瘋了 傻的 那時應該集資是做口罩 差不多 還來公司 集資怎樣買舖 是這個買舖時機 可能我又不喜歡港字 很喜歡行動 從肺炎開始 肺炎前 肺炎後 是兩個世界 肺炎後 我來之前做一個統計 我們買入了17間街鋪 合共3.6億港幣 賣出 都賣出到 賣出了10間 都是1.7億港幣 平均每一間賣出去收集 大概兩成左右 所以意思 那些什麼呢 我經常都覺得 有機 世界越亂 最近好像第五波又快爆了 變種病毒又來了 我跟同事說 有時那個鋪市 一支箭的升上去 黃之華 你記得嗎 如果1.2.1.3.1.4年 一支箭的飆上去 上帝要你滅亡 哪才令你瘋狂 那時根本是你只得追價 如果業主不反價 只好消息 不是減價 其實基本上 買家是沒有價格的 其實沒有減價這個字 沒有減價這個字 如果跟客人說 好了 怎樣好 業主沒有反價 沒有反價 好消息 不是說減價 不要說減價 當然 有些調整是好的 還有 自從這一年之內 我們見到 那個局面漸漸是回復的 一年前 去年的3月 大家已經哪有心機去投資 如果還在說 抗疫 那些漂白水 口罩 廁紙 甚至乎米 說什麼都搶 總之 總之不是搶舖 總之就是 現在這一刻的時候 那時候 一年前說買舖 就當我瘋了 現在這一刻 就跟我說有眼光 我還記得2003年 連梓華都記得 沙士的時候 之後發毒勢 就是說 沙士重臨 一定要掃樓掃 什麼都掃 上年又不見人去掃樓 那些人呢 其實有時都會受到 自己的心理因素 的影響 對 當時很多人都發覺 沙士反彈由03 突然間04 然後一支火箭 升上去 直至到08 但是當時有自由行 現在就 應該不會一支箭 這樣升上去 所以為什麼呢 我跟同事很壞說 現在又說變種病毒 又反反覆覆 第五第六第七波 不知道搞多久 全球都是反反覆覆的 現在 沙士如果一支箭 這樣飆上去 其實是不好的 反而 真是壞點說 肺炎搞十年也好 其實反而 如果你是真的在沙士裏面 作為一個專家 有上有落 這些市況 才能夠賺到錢 上落市 這些就是 急升市和急跌市 其實就算對代理來說 都是喜歡這些市 因為如果你急升市 其實就個個都不買 急跌市就個個都不買 就是單邊市 其實就很難做 最好做呢 就上去下市 不過Edwin 一向都厲害 是不同一般的分析家 有講有做 有講有做 十七間 肺炎買了 不是說有些 講完分析完之後 就有講沒有做 有些出來講 今年十億買舖 但問題有多少行動 看好沒有用 行動要先配合 你既有行動 亦都看好市 其實市況方面 你自己是怎樣看好呢 其實市況應該是這樣 總之大家跟著肺炎走 我猜第四波之後 我猜第五第六波第七波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來 沒有人想 但這是一個現實 變種變種又變種 真的這麼容易去過去嗎 普市其實很低能 很簡單 總之每個人恐懼的時候 你就去買 第二第三波 最高峰第四波的時候 我就跟同事說 買普市的 快點玩 這句不非特的名言 別人恐懼我貪婪 但政府一放寬 晚上有十點 十二點的時候 快點沽舖走 總之一波波的來 反而這樣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玩多少波 雖然沒有人想這個肺炎這樣延續下去 但肺炎分分鐘都搞了年多兩年三年 所以跟著波幅走的時候 回頭望你發覺你沒有錯 總之記住追的時候你不要過去追 看看三月份零售數據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到 全部都升 中標珠寶買衣賣褲全部都升成七八成 珠寶首飾升成八成一八成 會不會當時的基數是低呢 當時的基數是低 但是有一個跌 是什麼跌呢 就是超市街市的跌 跌了兩成 跌了16% 什麼意思呢 那些人現在個個前陣子去追街市鋪 街市鋪當然是旺 街市鋪只有兩厘回報都沒有 你摸頂啊傻佬 所以我經常跟他們說 你現在去買 摸頂買街市鋪兩厘都沒有 打算人流旺 就等於201314年去買銅鑼灣的波斯庫街一樣 分分鐘就掉頭跌下來 當肺炎過去了 遊客回來 他又不去街市 那些人又出街吃飯 那些街市鋪怎麼升 所以現在你總之 跟著肺炎一波波走 反方向走 但就沒有人追你追 你自己看 就是民生區 類似街市鋪這些 還有核心區 其實那個走勢怎麼走呢 核心區 如果盡量可以 當然是買核心區 現在始終有人會回來 剛剛子華都說 這兩年多兩年 香港人都不能去旅行 沒有了 如果下年的今天 這個復活節 聖誕節 全面性通關 全面性可以全世界去都好 我想香港700萬人 裡面有300萬人離開了香港 這是用暴遊 暴動式去旅遊 但問題是你要記住 300萬人離開了香港 可以有800萬人回來 另外又有300萬人來香港旅行 但那些自由行 遊客來香港旅行 他們只會去銅鑼灣 旺角尖沙咀中環 他們不會去深水埗 大南街 他們不會去馬鞍村 牛頭閣下村 所以現在全部都是那些民生位 因為本土消費 反而人流是旺了 租金沒有跌過 反而上升了三四五成 比起肺炎前 但是核心區 就跌得這樣 小則跌一半 多則跌八九成 跌下來租值 但售價也好 以前買都買不到 現在看到很多專家 阿子華另一間行 老闆也買了一間核心鋪 對 旺角區 四千八萬買了核心區 意思是什麼 代理老闆連續幾個 都買核心鋪 都沒什麼看錯 但現在核心鋪 那個速租的情況是怎樣 譬如我們用眼看 都幾多吉鋪的情況 吉鋪是多 吉鋪我想三個原因 一就是本身很多核心區的老闆 持貨能力很強 他便宜租出去 反而估值會下降 他沒所謂 總之就浪在那裡 二的時候 吉鋪得來 慢慢都會被消化 就變成短租的情況出現 短租出現 那麼核心區 吉鋪相對地現在是少了 比兩三個月前 為什麼呢 很多短租出去了 但是短租 比起長租 租值可能跌八九成 第三就是他面對現實 短租一段時間 吉鋪一段時間 一兩年 社運肺炎都搞兩三年 分分鐘 之後他便會開始 砍價長租出去 但是現在核心區 砍價長租出去的話 一般都說真的核心位置 跌超過五六成 回來講一下 在現在這個市況之下 投資策略部署 特別是簡鋪 其實Erin也有很多不同的心得 休息回來再講 繼續回來這一部份 主要的專家 開咪我們的專家 有勝貿商鋪基金創辦人Erin 李根興在這裡 亦是我們的嘉賓主持 王子華在這裡 休息之前說 在疫情之下有危有機 最重要是你的心理質素 配合得好 Erin在這段時間 賣了不少東西 亦有孤首 其實你自己看 投資策略應該怎樣部署 真的投資策略 看你身家有多少 真的身家有很多 這個最重要 真的看你身家有多少 你身家只有幾千萬 就幾千萬 拿去買一間核心舖 首先好貨不會到你 買了一間 你又不會買多一間 經紀都不會介紹順盤給你 想買多一間 不是不會 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那整副身家拿去一間舖 那無緣無故有些什麼 簽建 租客走了你就中伏了 所以呢 意思是什麼 看你身家有多少 如果你身家有幾千萬 拿出來買一間舖 都不是幾千萬 都大概十分一 始終投資策略要分散投資 所以我就覺得身家有幾千萬 當然一千萬都沒有身家 你就不要買舖 幾百萬的商場 當然你可以去買入 但是很多商場 就是那句 Erin帶出了 就是 雙鋪其實都是專業 還有有實力的投資者 才會參與 有實力的 樓不同 樓你身家只有三十萬 死工難工 問媽媽 你都要買幾百萬的樓 但你鋪可以十世不買 所以鋪呢 你看回 如果你身家紅厚的 當然是買核心鋪 你看回現在很多時候買核心位置的鋪 就覺得這個時候是入市的時機 那這些OK的 總之這些長渣 你不要理它肺炎波幅的都好的時候 五年十年後殺星 因為現在始終是一個低位 但如果你身家不多的 只有一二千萬左右 或者以下只有幾百萬 留意一些民生的位置 世間的小店 二三百尺以內的實用面積 因為為什麼呢 越多人失業就越多人創業 失業率和創業率是掛勾的 舉個例子 好像有很多人 這個兇者 炒了幾千次出來的時候 他不會躲在失業的 他部分幾百個一定去創業 他不會開一間三千呎的茶餐廳 但他會開一個三百呎的珍珠奶茶 通常他在家附近去創業的時候 所以最近這些鋪位 反而需求很大 二三百呎 五百呎 樓下這些小店 民生位 千多二千萬以內 都還有很多貨擠 這些就進可攻 退可守 但你期望它爆升上去 就未必了 但始終是收回租 大概三四公里回報的時候 好過買樓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說二千萬以上 我相信你在核心區的邊皮 你都不會買得到 這個要想一想 因為有時候很多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 鋪位已經算是大眾化了 因為很多區 如果是二三線區 其實周時住宅的價錢 其實跟鋪位價錢的赤價差不多 因為現在你知道這些住宅 一般在市區 沒有說你買到新界區 你一般在市區 就算是三線的市區 你的住宅都起飆了兩萬元赤 實用以上 但你真的分分鐘都找到一些 三萬元赤的鋪位 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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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兩三年的時候 你講了一句話 雙透我心 你說過什麼 你記住了 記仇 他是說 雙鋪的光環已經失去了 當今日還沒有回復 以前我們正在想 雙鋪比住宅更貴很多 現實 我告訴你 有些區 其實那個住宅比那鋪更貴 當然了 最近我才看過幾間 哇 真是離譜 如果這區的住宅 都要兩萬多元呎 但居然那個舖子 是賣一萬多元呎 那你還怎樣談它呢 現在絕大部分的新樓盤 你留意一下 樓上的樓實用呎格 就買兩三萬元 下面的retail的podium 樓下的三層 反而實用呎格成交 一萬元 一萬二元 是樓上的樓格的一半 所以你最近見到 都不一定賺的 有位影帝 大家知道哪位 最近在土瓜環 梁先生 都買了一件 都還要拿這麼多年 還要輸錢走 那你想一下 看一看它的赤價 哇 如果它拿住宅 就應該就發了 創造歷史 以我憑我記憶 應該是私人發展商收舊舖來説 它是第一個事件 Evin 我想問一下 最近除了剛才說的話 就有市場的情況出現之外 我們看到也有些老牌的食肆 沽售他們自用的舖位 其中一個就是 在銅鑼灣的南北樓 那其實這個有什麼反應呢 現在又說舖市又好一點 現在沽舖的人的時候 很多你看回都是說 遲貨30年 50年 我剛剛昨天就買了一間 在洪水橋的舖 也是遲貨40年 為什麼呢 遲貨2、3年的人 不是他不想沽 他不想蝕本沽 應該如果近五年買的 不可以說絕對 平均數值呢 可能你都不會賺到錢的 近五年 就是除非你 如果你買核心區就包你輸 如果你不是核心區 可能都是持平 那為什麼會有些老牌的家族賣呢 因為他曾經見過江輝 現在他還有一定的利潤 那不如鎖定利潤 反而這些貨呢 大升市你買不到的 因為他每發覺他賣遲一個月 他就會賺多一、二、三、五百萬 那當然老虎都不賣了 但是現在剛剛反過來 他發覺原來賣遲一個月 可能是不見幾百萬 再下一個月又便宜到幾百萬 那變了他們有時候還有利潤底下 都不是一個可觀的利潤 尤其是持貨那麼久 不如索性鎖定利潤 好像賭場那樣 拿走的錢才是錢的 是啊 所以現在為什麼有很多 會不會都是賬面賺和虧 持貨很多那些的自用鋪位 通常都持貨很久 因為是自用的嘛 都幾十年了 所以你聽到有很多一些 很出名的餐館也好的時候 他沽出來八千萬和一億 或者沽出來三千萬和四千萬 其實都沒有分別 他買回來都是幾十萬的 所以最重要是分到錢 你明白很多時候 第二、第三代的時候有錢落後 所以才是錢 那市況好一點 其實政策可不可以幫忙呢 去年大家知道10月 施政報告的時候 就取消了非住宅物業的辣椒 過去一段時間就說 交頭都相應又匯約了 以哪一類型的價碼 是其實最受惠的呢 整體上呢 2020年呢 現在我形容真的天堂同地獄 2020年是舖舍的地獄 因為以我所知 是這麼多年有統計的數字來講 看回美聯數據也好 應該是最少商鋪成交的一年 2020年呢 雙舖的成交數目呢 就不夠200億港幣 舖啊 另外成交的中數呢 就只是大概1070單左右 今年呢 我估計啦 因為呢 有三大原因 取消了雙貝印花稅 而政府派錢呢 就在說這個消費券 直接放在舖上 三 大家不要忘記 政府曾經說過兩年前的時候 2019年的施政報告 就說拿200億出來買舖的 現在一條毛都沒有 還沒拿出來 這個好像真的沒有什麼人看 但是200億 它已經招標過了 有90億首輪招標 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公佈了 200億就等於去年 2020年全年的舖市成交量了 所以今年呢 普遍業界呢 我自己推算的時候呢 都說成交量呢 2021年比2020年成交量 會大升兩倍 嗯 你自己看呢 如果一般的小投資者呢 在現階段又想入市 剛才我們都略略給大家一些提示 其實你自己看 應該要考慮什麼因素呢 這個時間的回報方面 怎麼去計呢 一般小投資者呢 我叫他們呢 兩方面是可以考慮的 一 你可以買一些民生 細碼一些 細艱一些的店頭仔 總之回報呢 起碼大概兩厘半 三厘以上的時候呢 買平價地段的時候 那這些OK的 輸極有福 或者呢 你就走去一些死場了 嗯 有些死場的時候呢 當初湯出來呢 可能三四八萬 但現在跌到就剩下三四十萬 死過翻生啊 你沒聽過 一萬買十間 OK 一萬買十間 現在很多呢 反而呢 短期內獲利呢 三十萬升到五萬 很多都是這些 就分散風險的時候呢 分分鐘有很大的回報 嗯 那現在那個一般的回報 現在差鄉物業股價處 平均雙鋪的回報 就徘徊在2.6、2.7厘左右 所以如果你買到這間鋪 你覺得 新的租值 下一手租值呢 能夠是2.6、2.7厘的話 那不是值得買的 但是它現在租值是4厘 但是問題是核心區 劈價要劈九成下來嘛 分分鐘 那你自己買下去就要小心了 你看看你有沒有那個持貨能力 所以一般都是的了 那些回報有2.6、7厘以上 我說不是好賣了 嗯 接下來你買東西會不會積極一點呢 好 今年要買5億貨 努力期買了 so far 現在買了2億 那過幾個月之後 我再請Ari 上來呢 就是跟她檢討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 買了5億貨那麼多 今天呢 多謝了 你當然多謝了 看一看節目時間 也差不多下個禮拜同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